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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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種 所以他們差了將近五十歲 學子活了九十是高壽的 那麼很多人把孔子孟子的學子當作先行儒家 這裡面有很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首先你要界定儒家是什麼 然後再問他有什麼核心的思想 接著你說這三個放在一起 他本身會不會有內在的矛盾 問題就在這裡 童子共子放在一起完全沒有矛盾 我們已經充分介紹過他們的文本 學子的思想有個特色 他在他的著作裡面有一邊叫做信惡 就針對孟子的信善來加以反駁的 他的反駁能不能成立 我們稍後會加以說明 但是這麼明白的一個對立 他在非十二子邊批評十二位哲學家 就把指示孟子當作他批評的對象 他對孔子的學生 指章、指油、指下三位 直接說他們是劍武、卑劍的劍 所以這樣一個人叫做循子 他適合放在孔子、孟子之後 說他們現在是儒家嗎 而更重要的問題是 循子對天的概念 我們都知道 一位哲學家他的思想要成為系統 他需要有一個 超越於自然皆跟人類之上之外 這一個概念 用語說明自然皆跟人類充滿變化 他的來源跟歸宿是什麼 你不說明那沒關係 你成不了一個系統 人活在世界上只是活著而已 怎麼樣活著比較愉快 比較健康、比較輕鬆 那各有各的說法跟做法 但你不能成為一個哲學系統 因為哲學就是要做一個 合理的解釋 所有一切的變化 它的根源是什麼 變化最後的歸宿又在哪裡 你不解釋 那你可以做社會學家 心理學家 甚至更狹隘的自然科技家 甚至更狹隘的自然科技家 我就研究我觀察的對象 那作為哲學的話 他愛好智慧 他要探討最根本的道理 道理這一切 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就這個方面來看的話 首先要接近什麼是儒家 我們對儒家的研究 給他外在三點描述 跟內在三點主張 外在的三點描述 第一 尊重傳統 儒家一定尊重傳統 因為中國的六經 也就是司馬遷所說的六義 就是來自於儒家 學者們 不斷地在教學跟研究跟發展 所以他尊重傳統 因為六經是古代的東西 那麼 第二個 他關懷社會 儒家他在從事各種修養 學習 努力之後呢 目的都是要投入社會 改善這個社會 照顧本性 沒有例外 從孔子在 《瑞語》裡面的 第十八篇 《瑞子篇》裡面 跟幾位隱士的對話 看得出來 儒家的理想是 《鳥獸不可以同群》 《無非私人之途魚,而誰與》 所以這是儒家的理想 一定要投入社會 因為儒家總認為 人的社會 讓人擔心 所以在孟子書裡面 也清楚引用 天降下明 作之君 作之師 君跟師 有政治上的領袖 還需要由老師來教 所以孟子也說 一個人如果不受教育 就跟禽獸差不多了 禽獸不是好不好的問題 而是過難的生活 他不需要去思考 人生的應該如何 而人作為人 他就是會想應該如何 因為他有自如可以選擇 所以我們談到第二個 關懷社會 是儒家的標誌 但是怎麼關懷社會 是為了達到關懷社會的目的 而不择手段 還是說我虛妨不到一個時候 有機會我就先關懷 最後變成是以權謀私 以私害功呢 那是別的問題 第三個是什麼 他關心下一代 重視教育 因為教育才能夠符合儒家 不能做君 他要做師 做老師 那麼這一方面 是針對未來 所以在時間的三個項度裡面 過去 現在 未來 儒家完全能夠照顧 所以在歷史上 大部分的學者跟做官的人 都屬於儒家 因為外表上都差不多 他好好的學習去考狀元 這也像儒家 尊重傳統關懷社會 然後最後呢 有些人當老師 或者說透過政治 來教化百姓 但是這只是表面 表面上看的話 所有在檯面上的入世的 都屬於儒家的性格 但是呢 你是不是儒家 還要看三點內在的主張 這個才關鍵啊 第一個是 但是只要是儒家都肯定 人皆可以成為君子 注意可以這兩個字 可以代表對人性 有一種明確的肯定 說人他有能力 可以成為君子 這個能力是天生的 這是第一點 所以這一點就不同於別的學派 有的學派認為人 人就分為階級嘛 有些人是受統治的 你不要希望他成為什麼樣的君子 那君子就變成統治者 好像天生就有某種特殊的條件或背景 第二個更重要 人都應該成為君子 應該這兩個字就代表什麼 你沒有選擇餘地 不為君子變為小人 你不能說我在中間不行 所以這個應該就是一個人只要真誠的話 他這一生始終會覺得不安 覺得不滿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成為君子 就要像孟子說的 順是什麼樣的人 順的作為這麼偉大 那我為什麼不能跟他一樣呢 叫做君子有終身之憂 一輩子都在擔心自己 沒有成就到完美的人格 這就是什麼 這是應該成為君子 那別人沒有成為的話 我也要持著法經歷做 我能保障自己去努力做 那對別人怎麼辦 就我第三點 當一個人成為君子 一定會影響別人身邊的人 也設法成為君子 像孫 孫自己要做一個君子 必須孝順 必須有愛 但他不能保證他的父母 跟他的弟弟也成為君子 他只能盡力而為 那這種盡力而為呢 會使得他的周邊的人 從家人開始 由近到遠 也慢慢成為君子 因為別人的影響 你看到一個人這麼好 你怎麼能不相對的 有一定回應呢 就要像在大學裡面描寫 小人閒居為不善 無所不治 這句話就是到大學裡面 對人性的看法 是非常悲觀的 小人平常過日子 就做不善的事 無所不治 沒有什麼壞事不做的 但是見君子而後儼然 什麼意思 看到君子之後呢 就覺得自己不好意思 然後把自己的不善遮蔽起來 顯示自己也做一些好事 大學裡面這樣說 為什麼君子會讓小人 有這樣的改變呢 因為他受到影響 叫做見到別人這麼好 你再這麼差 說不過去 所以這三點 那這個三點裡面有一個基礎 就是人皆可以成為君子 在這個地方 你是以什麼樣作為你的論述的基礎 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孟子說性善 說的是性向善 真誠就會讓你不去行善 心裡不安 心裡不忍 這孟子的立場 從孟子到孟子 像載我不肯守三年之傷 孟子說與辱安忽 所以孟子從這邊接過來發展 非常的精準 那荀子不一樣 荀子他是把握到外在的三點 因為時代更惡劣了 他越來越接近誰呢 秦始皇統一中國那個時代 公元前二二一年 所以對荀子來說的話 變成時代的壓力很大 社會太亂了 但是呢他是有名的老師啊 還到楚國做過藍林令啊 所以在齊國的季夏學士裡面 荀子多次擔任什麼 等於是擔任這個中央軍院院長一樣的 這樣的職務 所以這荀子在社會上的發展是相當不錯的 至少比孔子孟子呢要更多更好 而荀子他對於傳統的肯定啊 也是非常鮮明的 第一個 他尊重傳統 他強調的是什麼呢 禮 他為什麼批評孟子呢 因為孟子強調的是人 人意的人 我們都知道 講孔子的時候我們用四個字 叫做成禮起人 禮代表周公之禮作樂 孔子崇拜周公 因為禮樂使人的社會呢 有一種價值上的安定 禮化樂崩之後呢 價值失去基礎 所以儒家才要強調真誠 價值基礎由內而發 而不再由外而來 由內而發的話 每一個人行善 都是出於內心的真誠 產生的力量 要求自己行善 他的快樂也因而由內而發 所以孟子會說 你如果反身而成 樂莫大焉 這都是很一貫的思想 那荀子認為說 孔子他表面上也尊重禮啊 對禮非常重視 他教他的學生言言說 什麼叫人呢 課己副理為人 你就算把課己副理 照我們的解釋 能夠自己做主 去實踐禮的規範 禮的規範是客觀的 你要自己做主變成主動 那是你個人的修養 那禮的規範是客觀的 這荀子對於禮跟人這兩端 他認為孟子走得太偏了 太強調人的話呢 會強調先天具有某種道德 也就是後面所誤會的荀子 像荀子的說法一樣 把孟子誤會成 把他講人性本善 還要人有某種先天的道德性 其實孟子說的是新的事端 那荀子他批評孟子的時候 好像沒有念過孟子的書一樣 直接就兩個字 性善來加以批判 說著你看人性本善這不可能 所以荀子把這個禮充分發揮 古代談到禮的時候 沒有人講得比荀子 講得更完備的 禮有三個本 天地者生之本 先祖者類之本 君師者智之本 什麼意思 萬物都來自於天地嘛 天地生萬物啊 這是詩經裡面最早的信仰 所以它是生命的來源 先祖者類之本 我們人類啊這一類 是祖先傳下來的 但是不要忘記 天地早就存在了 祖先早就過去了 剩下的是重要的 其實是第三個 君跟師 是智之本 社會要安定 需要國君跟老師 但是老師很多很多很多 國君只有一個 所以焦點就放在君上面 這荀子的走向 到後面就強調 禮的制度 是維持社會的穩定 這基本上是沒有錯的 但是它對於禮的三本 分析之後呢 禮怎麼樣呢 上是天下是地 尊先祖兒 龍君師 最後三個字最重要 龍君師 把國君跟老師的地位 無限提高 最後只提高到君的位置 因為老師是一個犯稱 君是一個單稱 你說老師 誰是老師啊 各位同學將來也變老師了 但是君的話 一個國家只有一個君 所以所有的焦點到最後就放在 你的目的是要讓國君 方便他穩定社會 這一下就走偏了 為什麼 因為國君是現成的嘛 照這個古代的家族傳下來的 你看當時還有七國在爭霸的時候呢 各國都有祖先傳下來的根據 一般老百姓你說成為君的 那還沒到那個程度 那時候還沒出現秦始皇 把各國都滅了 也還沒到那個程度 所以這個君就是要維護 當時的統治者的一個政權 所以群子的思想從這裡開始 有它的一個發展 他強調理啊 他其實講的很有道理 講理講的最好就是群子 他說理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叫做養 第二個叫做別 每一個人都要活下去嘛 當然要養人之欲 己人之求啊 人的慾望你不能不養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理呢 就要釋法讓每一個人平均的 分配到某些基本的生活條件 養人的慾望 這個養代表調節 不是養喔 這個養你養不完的 調節、調養你的慾望 己人之求滿足你的追求 所以他提到理就是 養人之欲、己人之求 第一個叫做養 讓大家都活下去 你沒有理的話 你沒有明確的區分 大家都活不下去 一爭奪就亂了 一個時候為什麼需要理呢 有理的話就有基本的規定嘛 長、幼、尊卑都分清楚 然後呢 該怎麼 什麼條件 過什麼生活 都分清楚 大家都可以各安其位 過他的生活 但是不能忽略第二個叫做別 分別 分別 譬如說貴賤有等啊 長幼有差 等差 你不能說大家都吃一樣的 那不行啊 有些人勞心啊 他需要吃特別多啊 同學們說錯了吧 應該勞力吃得特別多吧 我以前也這樣想 我在美國念書之後 才改變了我的觀念 我在美國念書啊 不知道為什麼 胃口特別好 沒有任何體力勞動 每天只能念書 一下就餓了 後來才發現說 用腦袋消化的時候 那個食物啊 這個很容易消化掉 我當時有一個好朋友 我在寫論文那一年 每天晚上去她家吃飯 每天晚上 這叫做好朋友 在你最需要的時候出現 他兒子才三歲 去年結婚了 每天見到我就說 傅伯伯你又來了 他媽媽就說 不可以這樣說 要說傅伯伯歡迎你來 很好的家教 這個小孩後來念法律 跟他復興一樣 他爸爸當過監察委員 是我在耶路念書 最好的三個朋友之一 但是有時候你要回報 真的來不及 各自發展的都不錯 你去回報誰呢 所以有時候你說 誰對你好你要報恩 人家對你好 他比你還有本事 你要報恩也報不了 所以像這個都是後話 所以這種叫做什麼 尊卑 這是有等 長遠有差 後面是貧富輕重皆有秤 秤代表相秤 你窮人過什麼生活 有錢人過什麼生活 輕跟重該分辨好 一個社會的別如果沒有的話 那不是大家都一樣 那社會不就 沒有人要去努力奮鬥嗎 大家吃大鍋飯 你做得好給你一塊 做不好給你一塊 那誰要做得好呢 所以這個養跟別兩個字 就是尋子強調的理 最重要的地方 這也都講得很有道理 但他最後偏向什麼地方 偏向王制 君王的制度 到最後就變成是 這個要維繫一個社會 你就必須考慮本末輕重 重的就是那個國軍 他穩定的話 他如果用一個禮跟法律 來治理國家的話 那國家就安定了 所以你要想盡辦法 讓國軍願意用禮 願意用法來治理 但國軍基本上 都是不太願意修養的 他都叫別人修養 所以尋子這個理論 要實現不容易 你把希望寄托在國軍 那一個人身上 通常都會失望 都會失敗的 但是你按照當時的情況來說 尋子有別的辦法嗎 他又不喜歡孟子的那種人證 孟子那種說法太慢了 透過教育 慢慢啟發一個人的良知 那要等到何年何月 還是何清 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是 對這個尋子來說的話 緩不濟急 還不如接受現狀 既然有這樣的一個政治結構 我就掌握到最上面的 他這個需求 讓他願意接受 某些老師的建議 然後呢 來推行一個 合乎理的要求的社會 那如果你說 在尋子思想裡面 理最重要的話呢 他甚至很多次 把理等同於道 各位知道 道是儒家道家 都非常推崇的一個概念 儒家的道是人之道 正確的道 道家的道是另外一個層次 將宇宙萬物的來源更歸屬的 學子甚至把道等同於理 你問他 什麼叫做道 道到最後就是理啊 理的體現 理就是道的體現 那這一來的話 別人問他說 那理最後怎麼來的 他在理論裡面也很公開的說 我這邊寫了一句話 理是百王之所同 歷代的一百個帝王 這太誇張了 就是各個帝王都相同的 就是理 古今之所依也 古代到現代 只要有人類的社會 就靠理來維繫 但最後一句話就有問題了 為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沒有人知道理怎麼來的 學子也很誠實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從這邊就要接上 他對人性的探討 所以我們簡單 先把這個探討的結果 做個說明 荀子整個的思想 內容非常豐富 你說他講教育 講教育也沒有人講的 比荀子好 第一邊勸學 第二邊修身 第三邊不苟 第四邊融入 一步步下來 叫你學習叫你修養 誰講的比他好 這麼有次序 講學習我們都會背了 青春於藍而勝於藍 冰沉於水而寒於水 看到沒有 靠學習嘛 你靠博學 不但博學 又用到自己身上的話 每一個人都可以透過 不斷地學習 而這個學習啊 是對人的幫助太大了 一直到老到死為止 都不能停止 所以透過學習呢 人的生命的改變 讓自己都驚訝 你看到那個蛇啊 一段時間就退皮 人也要跟那個字 他又就用那個字 叫做退 退皮的退 那字其實唸睡了 大家都唸退 我唸睡 你反而不知道我唸 在唸什麼字 等一段時間就要像蛇 退皮一樣 皮退了 又變成新的格局 徐子說的 他講的沒錯 人如果不學習的話 他那個天生的理性沒有作用 不學習之後呢 他絕不可能改善 我怎麼可能讓自己變得一個更好的我 而我不知道什麼叫更好的我呢 那你學習開始是誓 讀書人 最後是要成為聖人 什麼叫聖人呢 四個字 積善全盡 成為聖人 代表善是需要累積 就跟念書一樣 每天讀一本 每天讀一本 每天到最後累積到一個時候 接著全盡是代表行為 我把這個所學到的善 全部做到的 那就成為聖人了 所以他的聖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後天的 這個很明顯 但問題在什麼地方呢 當你描述這一些有關學習 有關修養的時候呢 你要問 那人性是什麼 真正的哲學家就在這一點上分辨 因為群子說的一切都非常好 但他沒有告訴你 為什麼一個人非修身不可 非學習不可 我們就講培養德行好了 為什麼一個人非要成為君子 為什麼 群子只說成為君子對大家都好 這種解釋叫做結果論加上效益論 我們講哲學的時候 有所謂結果論跟動機論 比如一個人行善 他只注意善的結果 而不管心裡面的動機 這是一種 結果好 什麼都好 我在德國待過一段時間 一句德文成語 終生不忘 叫做ende gut alles gut 結果好 一切都好 你前面再怎麼苦啊 什麼都不算了 這就是結果論 那結果有什麼缺點呢 動機你看不出來 像大家都拼命說這個是描繪將來的遠景 好像台灣很快經過選舉之後就變成烏托邦了 理想國了 那事實上能不能成為呢 沒有人知道 所以這結果論的話呢 你忽略動機的話 人可能在這裡變得更為深沉狡詐 你永遠不知道別人心裡想什麼 那很可怕 對人來說你在修養只看結果 有時候人就做戲做秀嘛 就跟徐子說的 人是姓惡 其善者 畏也虛畏的畏 但這個不是指虛畏喔 是指人為嘛 我做出來給你看的叫做善嘛 我本性是惡 但這個惡也不是你所謂的惡 所以研究一個哲學家 一定要先澄清概念 要不然你說 孟子姓善 錯了 徐子姓惡 就對嘛 善惡是兩個概念不能分開的嘛 所以在這裡你說 他要你透過修養自己 他強調結果論 就是說這個結果是正理平治 天下安定 所以你要學習你要修養 在自己適當的身份跟地位上過你的日子 要維持社會整個的秩序 第二個叫做什麼 效益論 我現在問你為什麼要排隊上車 因為排隊上車對每個人都好 都上這輛車 所以你應該排隊上車 不是因為你喜歡遵守秩序 而是因為你要達到那個效果 效益 可以讓大家都上車 因為你可以觀察社會 大家都擠的話呢 沒有人上這輛車 大家排隊都上這輛車 這叫做什麼 你該不該排隊 沒有什麼該不該 因為排隊對大家都有利 叫做效益論 而不是說我應該排隊 所以我要排隊 那你看到別人不排隊 你能跟他說你應該排隊嗎 他說我又不是義務論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話呢 是不是 所以一個社會的發展 照群子的觀察 一定走入效益論 就是大家都手裡種法 那對整個社會都好 大家安定嘛 過日子嘛 你一鬧都亂掉的話呢 那怎麼辦呢 誰都不能好好吃飯了 所以這叫做什麼 效益論 跟孟子當然不一樣 孟子是什麼 孟子講的是我真誠由內而發 我知道應該如何 由內而發 而不是考慮說這個有沒有效 那個有沒有效 所以孟子有什麼問題 各位開始注意到了 孟子講這個有沒有效 那有沒有效 那你就要問 在什麼時代 什麼理論 什麼政策 對它是否有效 那就需要長期的研究 並且對假的社會有效 對乙的社會未必有效 那怎麼辦呢 並且你講說對誰有效 可能是多數人 那少數人怎麼辦呢 這裡面有重重的問題 孟子都沒辦法解決了 沒辦法解決 那麼 這個時候你說你應該修養 孟子只跟你說 你要如何修養 注意喔 差別就在這裡喔 孟子只告訴你如何修養 所以講勸你學習 沒有人講的比孟子好 蓬生麻中不服自職 白沙在孽不染自黑 環境嘛對不對 你說聲音要讓別人聽到 山上一喊別人聽到 在底下喊不活動沒用啊 奇蹟是欠你馬 再怎麼會跳 也不過一跳跳的十步啊 那是奴馬實駕 功在不捨啊 再笨的馬 再沒用的馬 我跑十天 只要不捨棄 切而不捨 最後可以跑到啊 你牽你馬 你跳兩下不跳的話 那不是龜兔賽跑嗎 看到沒有 在尋子書裡面各種成語啊 多得不得了 他的文章寫得是好 那沒話說 戰國時代那些人寫文章寫得好 那真是精彩之志 但是你要知道 寫文章寫得好就有一個缺點 我在寫文章 看到沒有 孔子孟子說的話 有時候好像不太順耳 為什麼 真心話 有體驗說出來的話 尋子寫的文章寫得太好了 你一看就知道是腳柔照做 堆砌遲早 舉例的時候一定要舉幾個 然後來互相再對稱 你一看就知道 作文比賽第一名 你真正的思想何在 我要只問一個問題 如果你叫一個年輕人修養 你可以談兩個重點 第一個 如何修養 第二個 為何要修養 這才根本啊 講如何修養 沒有人講過尋子 勸學後面就修身 如何修養 沒有人講過他 但他沒有告訴你 為什麼我要修養呢 他只能跟你說 為什麼你要修養嗎 因為修養對你有利喔 對大家都有利喔 那問題是 如果有些人 他不修養他有利 那怎麼辦呢 善惡有報應嗎 誰能保證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沒有人 所以勸子的問題在這裡啊 他跟孔子孟子不一樣 就在於說 他強調如何修養 強調禮 他對於那三點 我們所說外在的這個表現 勸子充分地證實他屬於儒家 但是呢 如果你問說 那為什麼要修養呢 修養到最後要到什麼程度呢 所謂的人應該成為君子 這個應該有什麼代價呢 勸子在這個時候 就變成有一些矛盾了 為什麼 他一方面也說 人跟禽獸不一樣 他舉出兩個重點 第一個 我就直接唸了 水土有氣而無生 草木有生而無知 禽獸有之而無益 道益的益 人有氣有生有知 益且有益 故罪為天下貴 說得多好 這是分類標準 從水土到這個 或者土石都一樣的 礦物到這個植物到動物到人類 分為四個層次 那人類跟萬物不一樣 就是說我有底下這一些 我還有益 道義 如果你按照亞里斯多德的定義 要定義人 要找出人跟其他動物的差別的話 那禽子顯然是找到了嘛 人有道義 禽子又說 人之所以益於禽獸者 以其有變分辨的變 這兩句話就夠了 代表禽子已經發現 人跟禽獸的差別 一個是只有人類才有道義 只有人類才能分辨善惡是非 那這兩點合在一起的話 那不是跟孟子差不多嗎 人性向善啊 你只要真誠就發現 我可以分辨善惡 我要求自己去設法講究道義 但是禽子不從這裡下手 這是他的問題了 你一方面發現人類跟萬物不同 禽子的思想學問非常好 當然知道怎麼分類啊 你分到最後發現 人跟禽獸不一樣的地方 但你為什麼不從這裡下手呢 你從這裡下手的話就會發現 那麼人跟禽獸的差別在於意跟變 那好了 人就應該表現人性的特質嘛 他沒有 他回到講人性的時候 還是生物性為主 本能嘛 慾望 衝動 就是講到人性的時候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要問啊 禽子也強調 為道義而犧牲生命啊 他有一句話 是這個最標準的 我們講儒家 提到應該這裡的時候呢 常常提到一個孔子說 殺身成人 孟子說 捨身取義 尋指說 君子未患 這尋指說的 君子未患而不必易死 君子害怕災難 但是不逃避 為義而死 那跟孔子孟子說的不是差不多嗎 跟孟子幾乎一樣了 提到義這個詞 這代表 那孔子也知道 作為儒家 要為義而犧牲生命 但是問題是 這個要求從何而來 問題就在這裡了 孟子說 我的心就有勢端 所以我不做到的話 我簡直不是人啊 我想活著 生是我所欲也 義是我所欲也 兩者不可得間 扯身而取義 那孔子來說 他也知道災難是我害怕的 但是必要是為了義 我也可以不逃避 為他而死啊 代表這些地方 都屬於儒家的思想特色 那他為什麼在人性方面 跟孟子有這麼大的奇異呢 一般的認為是 荀子受到道家的影響 什麼影響 天的概念完全被轉換了 我們說偷天換日 孔子講知天命 為天命 孟子說 天降大任 就要磨練你 要給你使命啊 這也是天命啊 他說天要治好天下 當今知事舍我其誰 這也是天命啊 所以孔孟的天 都是一個超級主宰 就是符合詩經書經裡面那個天 作為至上的神的那個天 群子的時候那個天呢 變成基本上是自然界喔 你看這邊就知道囉 天地者生之本 你把天地兩個字合稱 就代表自然界 那這是誰用的 老子用的最直接 老子講自然界用四個字 天地萬物四個字 講完了 老子的天 基本上不具有超越性 他的超越只在於說 當他說天之道的時候呢 可以包括整個自然界 用天一個字做代表 所以老子的天 跟莊子的天 道家的天 都是自然界 為什麼呢 因為他還有一個更高的 叫做道 道家的道是超越的 也是內在的 這又是道家系統是完整的地方 他的天地成為自然界 就不夠超越 群子是在老莊之後 受到道家的啟發 群子學問好得很 就什麼書都念 念多了有時候就會出狀況 什麼狀況 不同思想裡融合不起來 產生了內在的矛盾 他的矛盾就在於說 他把孔子孟子的天 變成自然界了 那糟糕了 他這邊受道家的影響 把天變自然界之後 他缺乏一個真正超越的東西 他又不接受道家的道 群子的道還是屬於人之道 他對於道家的道 他沒辦法欣賞 什麼那種道是 這個生出天地萬物 自本自根 那個群子沒有興趣 我們怎麼知道 群子受道家影響呢 他有個學生叫韓非 韓非子的書裡面 就有兩邊 叫做解老跟育老 解釋老子跟比喻老子 就是說明 老子的各種相關的故事 讓你了解 所以韓非子是法家嘛 典型的法家 但是韓非子 居然也蒙住了誰呢 司馬遷 所以司馬遷的史記寫 老子、韓非列傳 其實中間加了兩個人 叫做莊子跟聖不害 所以應該是老莊、聖、韓、列傳 但是老子、莊子、聖不害 三個人加起來 還比不上寫韓非子的一半 那他寫韓非子的時候呢 還說他是學老子的 司馬遷也這樣認為 韓非子怎麼學老子呢 當然你不能否認他可以學任何人 他學了老子之後 把老子拿來再轉換一下 老子的是道德經 他就把德經放前面 所以現在地下出土的這個老子的版本 大部分都是法家的版本 什麼意思呢 德經放前面 道經放後面 就是韓非子的書裡面就很清楚 他的解老欲老都是德在前、道在後 那你看王必註解的老子呢 就是道在前、德在後 這是道家的原來的版本 為什麼 道是根本、德是應用 你把德放前面 顯然是偏向法家 我先生看怎麼用 然後道呢放到後面再說 那這是跟學子有關的一些背景 那麼你如果說要再進一步強調 說這個 到底 荀子的思想 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兩個地方 第一個 對於人性的看法 他直接針對孟子的信善來批判 第二個 對於天 這個概念 他跟孔孟截然不同 這兩個核心概念不一樣的話 那荀子的思想顯然是走到另外一條路了 這也是為什麼荀子有兩個學生 著名的學生 一個是李斯 當秦始皇的宰相 一個是韓非 是法家的代表 原因就在這裡 那你如果把孔孟荀都當做儒家 基本上我不能接受 我認為荀子作為儒家只是表面而已 所謂的外在的三個描述 荀子完全合格 那內在三個描述 荀子也提到過 但是這裡面就會有這項矛盾的地方 譬如最簡單的問題 人為什麼應該為道義而犧牲呢 為什麼 荀子沒辦法講出理由來 為什麼要為道義而犧牲 那孟子可以說 孔子可以說 因為人性向善 你看我為了善而犧牲 反而是完成嘛 荀子只能說什麼 孔子說 殺身成 注意成這個字 孔子說殺身取 注意取這個字 荀子說什麼 君子為化而不必一死 很勉強 不逃避為一而死 他沒有成就任何東西啊 只是說我該死的時候 只好認了 因為孔子說過 殺身成人嘛 他為了繼承孔子 他跟孔子真正同 他也只好說 我不逃避為一而死 不像孔子孟子有成有取 那種積極的態度 顯然是不一樣的 我們研究一個學者最怕什麼 最怕冤枉他 我也是很怕自己冤枉荀子 所以這兩天特地 認真看個荀子的書 發言他寫那個勸你做學問 同學們念書 念勸學編 念修身編 是最有收穫的 但他沒有告訴你 為什麼人應該學習 應該修身 哲學要的是這個問題的答案 好 那麼同學們 因為今天十二點鐘 就要讓同學們下課 就討論其中考的問題 助教已經跟我說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 我辛苦一點 不下課了 同學們辛苦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辛苦 好 荀子有一邊叫信惡 信惡邊 那這一邊在說什麼呢 這一邊就是明明白白 針對孟子在書裡面提到的 信善良知來說的 你很少看到有一位學者 會針對別人說的良知痛加批判 而不解釋他在說什麼 其實我這幾十年也碰到類似的情況 別人只聽到我說人性向善 大家都起來批判 從來不說明我在說什麼 好像是炮一說明之後 就可能說服他的讀者了 讓他們就相信我說的是對的了 荀子做完全一樣的事 所以這種事情自古以來 古以有之於今為例 荀子把孟子的信善兩個字 故意講成人性本善 注意喔 清楚沒有 所以他根本不給孟子辯解的機會 他也沒有替孟子的理論 做任何一點點說明 只從字面上 孟子曰信善 然後就說什麼 你看第一個 你要知道荀子這邊說什麼 第一段當然是荀子文章寫得好 什麼意思 一開宗明義就把立場標清楚 然後中間舉很多例子來說明 最後再做個結論 這文章寫得真好 你要寫文章就要跟他學 孟子曰 人之性惡其善者為也 這個為不是虛為喔 是人為 他說人本性是惡的 善是人為做出來的 盡人之性 生兒有耗力焉 注意 性惡是指什麼 第一個耗力 順勢故爭奪生兒而慈讓亡焉 生兒有極悟焉 耗力大家都知道吧 耗力之後就要爭嘛 有好處就要爭啊 什麼叫極悟呢 極悟就是嫉妒別人 討厭別人叫極悟 順勢故殘賊生兒忠性亡焉 看到沒有 你耗力想對自己有利 你急悟 你討厭別人比你好 殘罪生兒忠性亡焉 第三個 生兒有耳目之欲 有好身色言 這什麼 感官本能的欲窮 所以孫子所說的人性是指什麼 第一個 生下來在社會上就會耗力 就會急悟 就是見不得別人好 然後自己本身希望得利 這是一種人的生物性的一種需求 他有耳目之欲 他有好身色 喜歡聽好的聲音 看好的顏色 順勢怎麼樣呢 淫亂生兒 理意文理亡言 然則從人之性 順人之情 必出於爭奪 何於泛糞亂理 而歸於暴 這是標準的結果論 什麼叫結果論知道了吧 你順著每一個人都這樣子耗力急悟 然後耳目之欲 然後耗身色 順這個下去的話呢 一定怎麼樣 一定是爭奪 泛糞亂理 而歸於暴 暴就是暴動暴亂了 這標準的結果論 這個結果不好 那怎麼辦呢 就要設法給你一些什麼 故必將有施法之話 理義之道 四個字 施法 理義 要有老師 要有法律 要有理義 要有義 這四個字可以分開說 然後出於辭讓 何於文理 而歸於智 智 這也是一個結果論 你要讓結果 對大家都好的話 就需要有施法 需要有理義 這很簡單 不是你自己向善喔 不是你自己什麼人性 有什麼正面的價值喔 不是的 而是你看效果 看結果 採取效益主義 對大家都方便 都好的 那你就要好好的約束自己 有老師 有法律 有理有義 他接著說什麼 公後必將帶引瓜 針腳然後直 彎曲的木頭啊 引瓜就是把它揉一揉 直一直 針腳把它這個針一針 把它矯正 最後把它弄成直的了 頓金必將帶龍利然後利 頓的金屬啊 要把它磨利 這龍利一看也知道 就是磨利的意思 就變利了 金人之性惡 必將帶施法然後正 得理義然後治 無施法則偏顯而不正 無理義則備亂而不治 這話也有些道理啊 但是你把人性說成是 那種彎曲的木頭很頓 就是這種這個是 頓代表不夠力 很頓的兵器這些 那你沒有經過後天的 注意後天 沒有經過後天的加工 你就會有 就根本沒用了 根本會有問題的 古者聖王以人性惡 那你就要問呢 聖王是誰 如果人都性惡的話 聖王怎麼來的 講簡單 講聖人好了 因為古代的聖人跟帝王是合一的嘛 其他人根本沒有資格成為聖人 這個身份啊 對不對 你當聖 你當王 兩個配合起來 因為你在領導 另外一個人他再怎麼聖 他不是王 沒有效果嘛 所以他就要合稱聖王 那你就要問呢 如果人都是這樣的性惡 聖人怎麼來的 群聖怎麼解釋 聖人比較聰明 聖人經過長期的觀察 歷史的長期的驗證 最後發現說 哎呀沒有施法沒有理義 最後大家同歸於盡啊 那如果說聖人比較聰明 他就問那怎麼辦呢 怎麼樣不要讓大家 都是發展那種生物的本能 最後同歸於盡呢 我們就要設法怎麼樣 有施有法有理有義 這樣大家守規矩啊 社會就安定了 所以聖人並不是天生的 具有某種特色的 聖人跟一般人一樣 因為講人性的時候 你不能說聖人生下來就有聖人之性 這個不能夠成為理論的 那你只能說聖人他比較聰明 他看到了人類社會 照這種發展結果是惡的 那你為了避免那個不好的結果 你只有設法先設計一些什麼 一個字講的話就是理嘛 你把理設定好之後呢 那這裡面有惡禮 裡面有生活規範有等差的階級 那你就一旦一旦出現的話呢 就會避免那個本來是惡的結果 神經 saving 對聖人這樣解釋 這樣解釋的話呢 跟孔子孟子真的是不一樣 那你可以問孟子說 那孟子你的聖人怎麼來的 還記得我說過順那一段嗎 孟子說的 順在深山裡面 本來跟野人一樣啊 但他比較真誠啊 甚至是最真誠的 文一善言 見一善行 若覺江河 佩蘭木之能欲 所以你講人性向善的話呢 一個很真誠的人的話 所以你要問 孟子的聖人怎麼來的 最真誠 所以他就表現出這種 對善的一種本能上的需要 徐子的聖人怎麼來的 最聰明 差別在這裡 看到沒有 最聰明 看到說 如果這麼照本能發展 最後是惡 所以呢 我們來設計一下 把這個理啊 規定設法找出來 所以接著看底下一段 看到沒有 他開始提孟子的名字 孟子曰 人之學者其信善 什麼意思 他意思就是說 孟子說 人之所以可以學習啊 是因為他信善 看到沒有 人可以學習 因為他信善 這字面上有一點不太清楚 意思就這麼簡單 人可以學習做好事 因為他信善 所以他才可以學習 那群子說 那正好相反啊 對不對 群子說什麼 是不然 錯了 是不疾之人之性啊 而不察乎人之性 為之分者也 凡性者 天之就也 不可學 不可識 注意這一句喔 這句是群子的標準定義 什麼叫性 天之就也 天所生成的 叫做天之就 不可學 不可識 不能說我學來的 我做到的 那才是信 不是道 學來的是外面學來 做到的是後天在做到的 那就不行 你生下來什麼樣子 就是什麼樣子 這叫做信 群子這個說法 基本上 我們不否認喔 西方人通通接受喔 就是所謂的 你不要犯了自然主義者的謬誤 但是西方學者有什麼問題 各位知道嗎 群子的錯 在於什麼地方 在於 他把人性啊 當作你生下來具備的 身知畏性 這個基本上跟西方學者 完全可以配合 但他忽略一點 忽略哪一點呢 為什麼在地球上 只有人這一類 他才有善惡分辨的需要 他忽略這個問題 好 同學們把這個問題思考一下 如果只有人類 才有分辨善惡的需要 代表善惡 跟人性 必有某些關聯 因為別的動物都沒有善惡的問題啊 那只有人類才分善惡 那善惡跟人性一定有關係嘛 但是人性是生下來就具備的 它跟善惡有什麼關聯 所以為什麼我把孔子孟子 一定要解釋為人性向善 原因就在這裡 什麼關聯 不是本善喔 是向善 什麼意思 我行善 心就安 不行善 心就不安 你問孔子的話 他會告訴你說 你從父母手上三年開始去思考 父母過世 你沒有手上三年 食夫道 依夫井 與辱安乎 心裡安不安 這是儒家嘛 儒家作為一個學派 為什麼重要 這一點西方學者 普遍的來說 西方學者都要去思考的問題 也可以跟儒家學習的地方 西方學者學學子 學不到任何東西 為什麼 你荀子說的西方學者都一樣有啊 西方社會沒有禮儀 沒有法律嗎 沒有制度嗎 有啊 所以荀子說的西方學者沒有理由反對你 但是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你就是跟我們西方講的不同的語言 說出一樣的內容嘛 所以西方學者學的話 當然要學誰 當然要學孔子孟子嘛 尤其是孟子的文章比較完整嘛 學孟子的話你就要問說 再回到那個問題啊 我們一再重複這個重要的問題 人生下來是有什麼就是什麼 你不能再加上善跟惡到裡面去 這叫做我們都接受的對人性的觀點 否則就會犯了西方學者所說的 自然主義者的謬誤 在人的天生的本性裡面 加上善跟惡這種價值性的字眼 都是不合法的 你要加的話就變成宗教 所以基督徒可以說人生下來就有原罪 他是宗教 沒有什麼商量的 就這麼簡單 這一點是普遍要接受的 這一點不接受的話 沒辦法討論問題 我再說一遍啊 人生下來是什麼 這叫做人性 不能加上善惡這種道德評價的字眼 這個對人性的自然狀態是不公平的 是不必要的 這一點我們大家同意 代表荀子說的對的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 你要問說 那為什麼宇宙萬物裡面 只有人類才分辨善惡呢 你見過其他什麼動物分辨過善惡 沒有嘛 那為什麼只有人類分辨善惡呢 代表善惡跟人性 注意喔這都變成人性喔 必有某種關聯嘛 那孔子孟子把這關聯說出來了 說你可以行善也可以為惡 那你為惡的時候心裡不安 所以你看 人類裡面哪一張最重要 善惡之善嘛 是不是 因為你把善規定為守善惡之善 他的學生宰我 說我不守怎麼樣呢 孔子說你不守的話心裡安不安 宰我說安 孔子對他就放棄了 如安則為之 然後後面就下手了 哎 簡直不真誠 看到沒有 不真誠 你為了辯論當然可以不真誠嘛 你在滿街都是在競選 你說哪一個人真誠 哪一個人真誠 真誠的人不會去選這種東西的 所以這就是說明什麼 思考的邏輯啊 我一方面接受 尋指這種說法 信者 天之救援 不可學 不可視 這是沒有話說 對的 但是不夠 哪一點不夠 那為什麼只有人類 要分辨善惡呢 別的動物不用分辨呢 所以儒家為什麼重要 為什麼對於全人類都有幫助 不管你信任何宗教 你要思考人類的問題 一定要學儒家 否則你不知道什麼叫做真誠 產生一種力量 會要求你自己對於善惡的行為 產生安不安的一種反應 忍不忍的反應 這是儒家最大的貢獻嘛 那你這一點 我們用現在的話來說 叫做人性向善 有什麼不對呢 不是很恰當嗎 因為你不能用本善或本惡這樣的詞嘛 注意喔 許子說信惡 他絕不是本惡論的喔 那他冤枉他了 他的信惡什麼意思 耗力 急悟 耳目深色 這怎麼叫做惡呢 但是問題是什麼 他這個本性呢 發出去之後呢 結果很壞 所以叫做他把它說成性惡 也不是本性是惡的 而是結果是惡的 所以聖人出來很聰明 看到結果不好 就跟你說 那好啦不管你人性怎麼樣 我現在要你設法去透過人的理性可以學習 要設法去矯正一下 讓你善者為人為的 大家人為的善有什麼不對呢 反正我可以學習嘛 我學到人為的善 大家都有人為的善 各自有身份不同 地位不同 你要實踐的德行也不同 社會可以穩定和諧 這不是很好嗎 那你何必跟我多談人性呢 你談不談結果不是一樣嗎 我給你理 給你法律 給你刑法 我們要知道儒家思想的 這個最早是德制嘛 在搖順到這個幾個偉大的帝王都是德制嘛 德制需要理制 在這個周公時代把理制都出來了 理制需要是法制 所以法代表政策 孔子那時候已經覺得大勢所趨啊 導致以德而其之以理不見了 現在是導致以政 其之以行 代表政就是法制 行就是行制 行法的行 不就如此嗎 循子在這個時候還想說 我把理說清楚 看能不能夠恢復孔子當時的理想 那他的理不能說清楚 又沒有來源 不知其所由來 然後怎麼樣呢 理後面就是法 法底下就是行 所以循子的學生變成法家是有機可循 甚至到最後變成行啊 刑法多可怕 實際上這個就是他的背景 好 接著再看底下說的 他這邊說 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 看到沒有 禮義是聖人所製造出來的 人之所學而能 所事而成則也 是禮義 你後天學會的 叫做禮義 那麼不可學 不可視而在人者為之性 可學而能 可視而成 之在人者為之為 是性為之分也 看到沒有 這就是性跟為的分別 第二次又提到 孟子曰 或者是施其本心 孟子沒有說施葬其性 本心可以失去 性是不能失去的 好 那這個底下也是一樣 你看這邊的第四行 禮義人之性 積而欲保 寒而欲暖 勞而欲休 此人之情性也 所以 尋子的性 是指情性 那種生理上的需求 情感上的需要 都屬於這個 底下說的 各位聽聽看 禮人見長 而不敢先使者 將有所讓也 勞而不敢求席者 將有所待也 此之讓乎父 地之讓乎兇 此之待乎父 地之待乎兇 此而行者 皆反於性 而悖於情也 代表什麼 你啊 孝順啊 友愛啊 都是違背你 本性的樣子的 順情性 則不此讓以 此讓則 悖於情性 以 由此觀之 人之性惡 民遺 其善者未也 再說一次 性惡很清楚啊 善是人為的 你後天做出來的 叫善 說實在 你一定想後天做出來的 叫善的話 那你後天的結果 叫做惡 這不是平等的嗎 所以這邊可以看出來 荀子的這個腦袋 有時候哲學家 難免犯這樣的錯 打令主義 有一種主張 就一定忽略 忽略自己 也應該接受 同樣標準的檢驗 打令主義 只看別人缺點 沒看自己缺點 荀子這邊不是很明顯嗎 把孟子說成 這個性善是本善嘛 好 再接著 你看這一頁的底下 人性惡的話 禮義怎麼來的呢 禮義是聖人之位 看到沒有 聖人製作出來的 底下就說了 工人啊 這個是做陶瓷啦 聖人基斯律席未故 你看第二頁的第一頁上面 基斯律席未故 以身禮義而其法度 看到沒有 禮義法度是聖人製作出來的 聖人怎麼樣 最重要的是 底下四個字 化性而其為 化性其為 為其而生禮義 所以各位知道 荀子的立場很清楚了 化性而其為 因為性本來是 性就是情性 就是慾望 發展出來是惡 所以你要化 化這個性其為 然後你設白 有人為的做法 就有禮義 底下你看中間 孟子曰 人之性善 他就只講四個字 孟子曰人之性善 好像孟子這個人 不會替自己 引申他的理論 辯悟他的立場一樣 然後曰 是不然 他說這是不對的 他批評別人真過癮 因為別人已經死掉了 所以批評死人 是很愉快的事 他沒有機會再反駁了 我現在還活著 誰敢批評我 氣跨埋 你就知道這個不容易了 因為我可以替自己辯護 你誤會我的地方 扭曲我的地方 很容易指出來 但是孟子沒機會 所以我要替孟子說話了 他說你看 古今天下所謂善什麼 正理貧治四個字 注意 我們學哲學的 一定要知道澄清概念 你不要以為 孟子跟徐子說的人性 是同一回事 不是同一回事 所以他並沒有什麼 直接的矛盾 那孟子說的善什麼意思 徐子說的善什麼意思 他各有定義嘛 你看徐子怎麼說 正理貧治 完全強調社會的安定 所謂惡是什麼呢 偏顯悖亂 看到沒有 偏顯悖亂 社會的混亂 所以徐子是一個標準的社會主義 社會學家 對社會的關懷是很清楚的 好 底下我們就再接著看 下一段 第二行 看到沒有 經孟子曰人之性善 所以徐子在信阿編裡面 適度提到孟子的名字 直接點名批判 那最後一邊提孟子說人性善 說他錯了 什麼意思呢 說他沒有驗證 無辨何而服驗 做而言之 起而不可設 張而不可施行 其不過勝一哉 說孟子只知道在那邊做著說話 一站起來 就不能夠實現了 也沒辦法去推廣這樣的思想 講什麼信善 根本行不通的 的確 如果把孟子的信善說成人性本善 確實說不通 根本說不通 但是可惜的是到後面宋朝朱熙 還講人性本善 而當代很多學者腦袋不清楚 還跟著說人性本善 這是最大的悲劇啊 研究儒家最大的悲劇不就在這裡嗎 你從徐子的文章可以看得到嗎 把孟子說成信善是人性本善 然後痛加批判 批判到最後呢 他不用問自己講性惡對不對 只說你看 我講的很有道理啊 我把惡界定為結果嘛 我從結果來看 我從人性是惡的 因為人性是什麼 各種慾望啊情感啊 發出來之後爭奪泛紛亂離 歸於報 這就是要說 從性的發展到結果是惡的嘛 來看 從這個來說 徐子基本上也沒說錯啊 我先設定我要談的內容 然後按照我的邏輯推下去是惡啊 善在哪裡啊 善在於施法理義 那施法理義怎麼來的啊 人性是惡的嘛 善是人為的嘛 他沒說錯啊 施法理義是人為的嘛 一個小孩生下來在哭 他要吃要喝 在莊子裡面說過一句話 弟生而胸提 弟弟出生了 哥哥就哭 很有道理啊 對不對 哥哥本來是唯一的兒子啊 他名字就叫做弟弟啊 媽媽又生了一個真正的叫弟弟了 他變成哥哥 誰要當哥哥啊 什麼都要讓 你哥哥要懂事讓給弟弟 那為什麼我要讓 是不是 讓 你知道人的本能的話 沒有讓這個字 為什麼要讓 有個恐龍讓離的故事很有名啊 對不對 恐龍讓離 多好的一個示範教學 有個爺爺跟他孫子說 今天跟你講了恐龍讓離的故事 好 希望你能做到 爺爺上街一買 哎呀今天沒離 買一堆蘋果回家 叫小孫子先選 哎 你選個蘋果 他選最大的 爺爺說 不是教過你恐龍讓離嗎 他說那是讓離啊 我說蘋果不一樣啊 好了 第二天呢 爺爺就買一堆梨回來了 哎 這個兒子又選最大的 哎 你怎麼離 你也選最大的呢 他說我又不信孔啊 說明什麼 說明誰願意讓呢 走到馬路上的時候呢 都是我讓別人走的 我不敢跟年輕人撞啊 年輕人走路真是很有威武啊 大搖大擺 我這一生我上禮拜去什麼地方 真的很有趣啊 去到一個莊子裡面說個典故叫 邯鄲 各位知道邯鄲嗎 在河北 我一上台我就跟他們當地人講 邯鄲學部的故事 很多人好像沒聽過 說實在 這個你住在邯鄲怎麼會不知道這個典故呢 但是這個一般人也不容易記得 不然我現在考你們一下 邯鄲學部是講誰的啊 你看沒有人知道 所以這種典故你不念的話 它不會自動進來的 文化有什麼基因啊 文化哪裡有基因啊 你從小講中文這就是基因 那這個基因它還沒有發展 不能開發結果啊 對不對 董中文要去學去念古典才有用啊 是莊子說的 壽靈與子 壽靈是一個地方 壽靈這裡有個年輕人呢 聽說邯鄲人走路啊 抬頭挺胸很威武啊 就覺得很羨慕 覺得邯鄲人走路真是瀟灑漂亮 就到了邯鄲去學走路 學了白天沒學會 又忘了自己本來怎麼走路的 最後只好爬著回去 我講這什麼優異你們知道了吧 中國人自己的古典啊 好像不錯啊 去學 學了白天沒學會 自己本來怎麼走路也忘記了 為什麼 你學西方的東西更多嘛 對不對 你覺得中國古代東西聽起來好像很不錯 你要學 學了白天學不會 就覺得說這個沒用 害我原來怎麼走都不知道了 這是我的用意啊 對於中國的國學 中國的哲學 要學就要學得透徹 精準 否則浪費時間 消耗自己的生命 完全不值得 你為什麼學儒家 你學儒家 你學儒家就想知道一些孔子孟子 學子說什麼話嗎 那種話你通通背下也沒用 學儒家就是要懂到基本的道理 他怎麼看待人的生命 所以這種外面三點比較容易 裡面三點主張是核心的 真的是人可以成為君子嗎 這個可能性是你生下來具備的 你為什麼一輩子都覺得對自己不夠滿意呢 你說你如果把他放到西方 福士德與魔鬼 Mephistos 跟他交換靈魂 只有一個標準的要求 讓我覺得這樣很好 我只要 你只要滿足我某些要求 讓我最後說這樣子很好 活在事業上很值得 靈魂就成交賣給你 那福士德始終沒有說 人的慾望就是貪得無厭嘛 並且更大的麻煩是 得到之後就覺得無聊了 這裡的蜀本華受到印度的啟發說得很對啊 人生是有兩種情緒嘛 兩種情況嘛 有慾望的時候很痛苦 慾望滿足之後很無聊 一生就在無聊跟痛苦之間擺盪 哪裡有什麼其他高尚的理想可說呢 你把自己的問題解決再說嘛 所以蜀本華最後走上悲觀的路線 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你看全世界的人都在摸索 好 你今天有機會學到先情的儒家 你當然要問啊 到底他們在講什麼 怎麼描寫像我這樣一個人 該怎麼樣活在事業上 怎麼樣活才能夠讓自己覺得心安理得 活得坦坦蕩蕩 覺得做人值得 這是哲學的用意啊 你學儒家不就為這個嘛 為什麼他們在這麼多負面的遭遇 處在各種人生不順的情況下 還能夠那麼坦然呢 還能夠挺起胸膛 認為自己做一個人是有價值的呢 要學這個啊 那你學會了我所說的 人性向善 真誠做一個基礎的話 那整套思想說出來 你可以實踐了嘛 那你還有什麼好懷疑的呢 我們同時也尊重其他所有的正派信仰 因為信仰講的是生前死後 講的是人生某種無法解釋的 無法解決的基本的真理 那是沒辦法的事 他講這個 講了之後還要修煉啊 你信什麼宗教都沒用 除非你能夠實踐啊 那儒家他是怎麼樣呢 他對所有宗教全部尊重 用你真誠去信嘛 那你實踐的時候 你還是要在人與人之間 適當關係裡面加以實踐啊 這又是儒家思想的可貴啊 任何一種宗教的這個派別 不管多麼樣的這個極端 多麼樣的這個叫做 基本教義派啊 原教子派啊 都不能夠找理由說我來殺人 我來消滅異端邪說這些 這是違反儒家的思想嘛 所以你把儒家學會的時候 對全人類都有極大的幫助啊 但是千萬不要說 那四個字嚇死人了 叫做人性本善 所有外國人聽到你說人性本善 都會嚇一跳 你在說的是誰啊 這世界上有誰是本善的啊 你何必說一句話 讓全世界人都做噩夢呢 因為你說人性本善 他最後就發現自己不是人 因為他不是本善了 他們做噩夢夢嚇醒了 糟糕有一群中國人十幾億啊 說他們人性本善 為什麼我有原罪呢 為什麼我的心是空的呢 那怎麼辦呢 那不是嚇死人嗎 你嚇誰啊 你真的相信人性本善嗎 你真的去實踐嗎 你怎麼實踐你告訴我 完全不能實踐的一種東西 也好意思這個在講台上 用麥克風大聲的說 寫文章大用力的寫 你何必做這種事呢 有什麼必要呢 你告訴我一個理由吧 講人性本善 對社會有一點點幫助沒有 你告訴我 畢竟循子開始啊 就批判人性本善 白紙黑字就在這裡了 把孟子拿來當 當這個射箭的劍霸 這要做在哲學上叫做 稻草人的謬誤 做一個稻草人 上面貼兩字孟子 開始射箭射死你 射了半天不是孟子 孟子沒說過這些話 孟子也不認為人生下來本來是善的 孟子多強調教育啊 保持暖衣 一聚而無教 則盡於禽獸啊 孟子說的話 那你尋此為什麼不跟孟子 參考一下呢 孟子重視教育啊 跟我一樣啊 為什麼不說呢 不說半句 他在《非十二子編》裡面 直接批判子思 是孟子的孫子 孫子這個無所謂了 孫子這個東西是血緣的關係 沒什麼特別的價值 像孟子現在最新的一個孫子 孟子在美國出生長大 是一個美國人 前年這個季孔大廉 他跑回來是個型男 很帥啊 三十歲一個年輕人 是孔子後代 記者問他說 你是孔子後代 你讀過論語嗎 我沒讀過 這是聽起來是會做噩夢的 孔子的嫡孫沒有讀過論語 中文都講不清楚 你要跟他講英文訪問他 他才知道 那再往下呢 我們要讓一個外國人 當孔子的後代還是什麼 不知道從何說起啊 為什麼會這樣子你知道嗎 一定是他們也認為 孔子很多思想過時了嘛 不好了嘛 所以自己姓孔的人才不會說 我認真教你祖先的思想 為什麼 祖先的思想到了宋朝 經過朱熙的註解 完全是朱熙那一道 誰學誰倒楣 就那麼簡單 誰學誰倒楣 所以今天這個時代 是一個危機的時代 這是唯一的機會了 你再不掌握到這些 關鍵的思想的話 其實我講的 今天寫了一堆 都是有關尋子的思想 你也知道 我們對尋子 並沒有刻意扭曲他嘛 他怎麼批判孟子跟子師呢 前面的子師 他用三句話 性能感到的 有關尋子 就是 走 好 我們可以按摩 再按摩 聖 僻微而無淚 幽隱而無縮 閉喻而無解 簡直是只是跟孟子 不但腦袋不清楚 他们举的各种理论 僻微而無淚 就是僻代表偏邪了 微代表违背常理無淚 简直是不成淚 我们说这个人不是大体 幽隱而无说 幽隱说一些神秘兮兮的 什么圣人之于天道也 无说 简直说不清楚 幽隱就是说有些神秘的这种想法 记不记得神秘的想法 大人化之之为圣 圣而不可知之为神 神秘 君子所过者化 所存者神 上下与天律同流 其实荀子自己也用过 所过者化 所存者神这八个字 他可以自己用 别人用它就来一个幽隱而无说 闭喻而无解 简直是封闭在这个系统里面 没办法去解释它 你看用这三句话批评子师跟孟哲 辟为而无泪 幽隱而无说 闭喻而无解 简直这两个脑袋不清楚 脑袋不清楚 居然还敢成为哲学家 子 子又代表哲学家 非十二子编 批判十二个哲学家 两个是自己的前辈 还号称是儒家的代表 说得过去嘛 文章里面出现了很多字 叫做什么 俗儒 漏儒 贱儒 都是他用的字 他自己是儒家 别人就变成俗儒 漏儒 贱儒 大儒 雅儒只有两三个 他认为自己什么 到最后面更夸张的 是他孔子行善心了很多吗 荀子呢 是孔子不能过之 这个话 当然这不是荀子自己写的了 荀子最后面俘虏几边 是荀子的学生整理出来的 直接说什么 孔子不能过之 孔子不能超过荀子 这又太夸张了 说荀子的时代比孔子的更乱 更不好 做事情更难 但荀子照样坚持他的立场 原则行为表现如何 光天化又如何伟大 看来就是会觉得 有好学生真好 把自己老师捧上天 老师我没说啊 学生说的 不能怪我 就明明白白摆着 我荀子比你孔子还伟大 你孔子最为列国有什么成就 我荀子还到楚国 还当蓝宁令呢 在齐国计较学士 三度成为这个 就是最为老师 你看 三度可以这个是 让别人 各国的学者聚在一起 我当这个领袖 那是意气风发 交出来两个学生 后来荀子还声名啊 在什么地方 史记里面也提到 说这两个学生不算我的学生 因为你是一个韩非 事实上你就靠着两个学生出名嘛 是不是 不然谁知道你学生是谁啊 就没办法 这就是古代的这个历史 我今天讲这些 各位知道 只有批评人性本善的部分 是有情绪 其他都很理性的 对不对 我告诉你徐子说 理有三本 对啊 天地 先祖 君师 但是问题是 天地是 天上有天下有地 你再怎么上是天下是地 这个也是用理来规范 你做不做又怎么样 天地有神明会来约束你吗 没有嘛 先祖 祖先祖就过去了 你是不是祭拜他或怎么样 这个在后面徐子提到理论 提到其他有关记事的 像我们所知道的 为什么古代的三年之商 二十五月 就徐子说的嘛 三年之商 二十五月而避 结束 二十五个月 徐子的学问很好 这一点没有人否认的 但是你再怎么样说的好的话 你最后还是回答根本的问题啊 就是人活在事业上 为什么要行善避恶呢 你回答呀 为什么我要学习 学习的目的是要修身修养自己 为什么我要守规矩呢 他把它说成什么 人如果按照自己本能的一种天生的欲望 耗力 这个是物 即物 以及耳目之欲 照这个本能的冲动欲望来发展的话 结果是坏的 就根据这个来做信恶 就是你不可学不可事哦 你学跟事 是代表你后天所发明的礼意 叫你去学习之后才做到的 叫做善就是为人为的 你不要讲后天人为的 只讲先天的本性的发展去做的话 那就是结果是恶的 他这也要挑毛病其实不难的嘛 对不对 你后天做的那些坏事不是人为的吗 他认为那个不是人为的 那个是我没有受任何教育的情况下 我就会本能有口就要吃 有眼就要看 有耳就要听 都要追求好的东西 跟别人就要争夺 这是学习的理论 但是你能想象这样的社会吗 一个人从生下来开始 就耳目口腹之欲就表现出来 那个社会可能早就互相消灭了 那他有认为说 那个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 有一些礼意为人为的 使他限制住 那请问谁制作的礼意呢 圣人 那圣人跟人一样 都是人都一样嘛 那圣人应该也是这个性恶的 那他为什么会能够发明出来的礼呢 圣人比较聪明 他知道未来发展的结果不好 所以他就根据经验设计了礼意 让大家来守这个规矩 社会就安定了嘛 所以要怎么样呢 尊先主要容君师 君跟师 其实就是一个字君 师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 但徐子认为师就是我了 就是我自己了 但是天下号称老师人有多少 你告诉我 哪一个学派久留诗家的人 不认为自己是老师 认为跟我走听我的没错 那诗不就太多了吗 多的不就乱的不就砸了吗 但是君是只有一个 每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君 就到最后寻找整个的思想就是你 你又来巩固你的政权 让你一个老百姓通通所规矩 让国君得到保障 那这个思想发展下来 当然是四个字嘛 尊君卑成 到最后变成是法家了嘛 想尽办法用法用事用术 来巩固你一个政治的权利嘛 老百姓呢你就乖乖的 照你的身份 照你的地位 守你的规矩 社会就安定 那他也认为普遍的每一个人 图字的人可以为羽 这是徐子的话 路上的人可以成为羽 在后面也有 图字的人可以为羽 在后面第三页这里 看到没有 图字的人可以为羽 何为也 羽 一般来说把它当作后王 摇根顺当作先王 所以有法先王法后王的区分 所以孟子喜欢提到姚顺 其实这不见得了 孔子孟子姚顺也都提到 那徐子会特别提到羽 徐子的人可以为羽 路上走的人可以成为羽 那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有理性可以去学习 可以知道嘛 注意哦可以知道你可以学习 对人的理性的肯定啊 这是古今周外都有的 你看倒数第四行第五行 今使徒子人者 以其可以知之职 可以能之聚 本符仁义法证之可知可能之理 可能之聚 然则可以为羽民宜 今使徒子人 扶术为学专心一致 师所俗察 家日选酒 积善而不习 则通于神明 参与天地 故圣人者 人之所积而自宜 看到没有 人可以积善而全境 可以成为圣人 所以代表 徐子也认为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 但是在事实上呢 你教他举个例子 由哪一个平凡人成为圣人 徐子恐怕除了他自己之外 他举不出别的例子 你可以想想看 以徐子的标准 他也没有提过任何人 他对儒家推崇去两个人 一个是孔子 叫仲宁 一个叫子宫 子宫就是一般认为是仲宫 是谁 仲宫就是阳 阳阳嘛 格宇第六边 不是雍也边吗 就是那个雍 因为孔子说过 雍也可使难面 仲宫可以面向南方治理百姓 所以徐子最推崇的儒家是两个人 一个是孔子 一个是仲宫 说实在 仲宫也会吓一跳 只会忽然把我抬出来 孟子推崇了 还算是比较合乎我们所理解的 推崇谁 推崇言缘 推崇子禄 那徐子就推崇仲宫 所以这是他们不同的选择 所以基本上我这节课 同学们要知道 重点在于人性论 下一次上课要谈到 徐子的天论 那是另外一个关键的词 那么在这节课里面 我们听到什么呢 我们听到徐子认为 自己是孔子的直接的敌传 不能经过孟子 所以徐子就设法把孟子排除 把他的信善两个字 当作人性本善 然后大家批判 然后他讲的是 针对你我就要说信恶 其实孟子的信善 孔子的信恶 并没有直接的冲突 为什么 孟子的信是就心的事端来说的 所以说尽心知信之天 徐子的信是就人的本能 跟自然的欲望来说的 这两个概念不一样 怎么冲突呢 这是一个 那么你说谁说的比较对 我的立场很清楚了 我从来不愿意在学术上面 保持中立 我现在只是介绍古人思想 谁对谁说我不说 我只是客观介绍 天下没有所谓的客观这两个字 客观只代表你根本没有见解 所以你只能够说我叙述一下 我念徐子的书 我当然知道他的问题何在 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他谈理谈得最好 但是问他理怎么来的 一句话 是百王之所同 古今之所一也 未有知其所由来者有 他毕竟还算诚实 对吧 徐子的整个理论不完美 为什么不完美 你整个理论的结构 最核心的就是理这个概念 理一的理 因为人性是到本能来理解 它是偏向恶的结果 那圣人也是人 那他为什么他能够制作理呢 是因为他知道这个结果对大家不好 提出理制作理之后 大家照规矩来 这是有利 注意哦是效益主义 而不是说我人性内在就有某种要求 不是那个完全不谈那为事 当然徐子也说真诚 但是徐子的真诚是什么 是让为了真诚 是为了让我的行为有内在的效果 叫做君子耳朵听到了 脑袋想清楚的行为去改变他 这当然要真诚嘛 你不真诚的话怎么化性其位呢 始乎为士 终乎为圣人 中间的过程成为君子 成为贤者 成为大圣 你当然要能够成否则你怎么会内化呢 对不对 这是徐子对成的说法 不是说你所有的行为 道德行为都要以成做基础 他这一方面更不重视 他强调了这一方面反而受到道家影响 他提到虚一而尽四个字 就是你要真的去悟道的话呢 你也有方法 叫做虚一而尽 他说这叫做大清明 我们知道有清明节 徐子说的是虚一而尽 或是大清明 虚一而尽 这四个字显然受庄子影响 一代表专注虚一而尽 让自己单纯专注整个生命静下来 这时候大清明就可以不会只看到欲望 而可以看到整个的一切 关于可以观察了解整个天地 整个万物则事 整个人类历史 这时候你的智慧就展现出来了 所以徐子的思想里面 我们只能说材料非常丰富 文章写得真好 基本上一般人看他的文字 看他的思想 就没有什么招架之力 你要去说批判 徐子有什么不对 说着你看懂就不错了 你还去批判他 但是我们学哲学 我们要看这个是什么 你不能只告诉我如何学习修身 如何去这个雄规道局 一辈子好好过日子 维持社会的安定 你不能只告诉我如何做 还要告诉我为何 因为在世界上很多人 他不知道你那个做嘛 他自己两个学生都走到法家 他自己都要否认说 这两个学生不能算我学生 对不对 代表那个如何只是一个方法 为达到效果这个方法 只是一种选择而已 很多人是 你那效果结果是好的吗 好 那我为了结果怎么样呢 我可能不择手段了 所以你给我的只是手段之一 我为什么要照你那个做呢 所以除非你能告诉我 为何要修养 那就不是手段了 为何要修养 讲清楚的话 要求来自于人性内在 目的也是要完成人性 而不是达到某种外在的 所谓的稳定社会的秩序 不是那个 因为社会的秩序 作为安定的社会 根本永远是相对的嘛 所以荀子的做法 根本是在古代的这个 用苏格拉底的比喻来说好了 凡是这样的一种思想 到最后都是竹篮沉水 我用竹篮子装水 水通通漏光了 竹篮沉水 永远打不了水 所以荀子的思想 没有什么出路的 你再怎么说 它只是反映着当时战国时代末期 一种儒家思想的一个发展 把它落实在许多具体的条文里面 你念荀子的时候会觉得 哎呀那里面好的词句啊 太多太多了 你要成为儒者 有哪些做法 你在哪一方面可以怎么修养 那个你真的要去做做不完的 反正荀子是一个老师嘛 教别人做 那他是很在行的 那效果怎么样的话 你们永远做不完 你就慢慢去揣摩吧 反正基本上 这个是不容易 思想这个讲个系统 所以这是荀子这边的这个说法 希望同学们有材料自己去看一看 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知道荀子为什么提性恶 是针对孟子 这是四度提到孟子的名字 这非常清楚 而他故意把孟子说成人性本善 是他的问题 代表他在学术上呢 只求胜过对方 而不去注意到对方的一个什么立场 如何理解 这在学术上来说是有问题的 但他自己本身的成就 是在于对理的建构非常完美 但是就找不出最后的根源 在儒家里面讲理的话 我现在考你们 孟子里面怎么讲理 开始怎么来的 商礼 同学们当然不知道 念书念书再念书 你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这些书你们不念 谁念呢 孟子说有一个人 父母亲死了 就按照当时的习惯把父母背到山里面 丢在山沟里 过几天上山的时候 经过一看 哎哟 狐狸在吃他的尸体 苍蝇蚊子在盯他的这个尸体 脸上就冒汗 这汗什么汗呢 不忍心的汗 看到父母亲的尸体样子还像 想到小时候父母把我生下来 把我养大一辈子的父母亲 渐渐康康的 现在老了死了 在水沟里面被狐狸吃他的尸体 被苍蝇围着钉他的尸体 心中不忍就冒汗 立刻把他掩埋 孟子说这样就出现了什么 商礼 父母过世把他掩埋 你看孟子讲的多么亲切 孟子见过没有 当然没见过 那是福西寺之前的事情了 到福西寺是不一样的 福西寺之前已经有那个 用茅草把人盖起来了 不丰不树 这在戏子传里面说得很清楚 到后面才把人用棺材装起来 是哪一个挂 也不知道 这要考你们太容易了 学生如果让老师觉得害怕 那学生才有办法 我对你们没有什么敬畏之心 孔子说的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 所以焉之来者之不如今也 我们学习一定要知道 老老实实念书 你开始念会觉得 念书毫无意义 我也常有这种感觉 第一个书念不完的 你也不知道念哪一本书比较重要 每一本书看都差不多 你无法判断 但是你一定要从这里面慢慢磨练 先念经典 对不对 我们现在讲到论语梦子 讲到荀子 荀子里面只要你读两边 其实你有空读读理论 读读劝学 很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时间的关系 三个字 一 一 二